然後我現在烘這個鍋子 我要來準備做第一個菜 我家的飯菜了 好 來 今天來 好 然後呢 都會剝皮辣椒 好 所以 因為素瓶姐姐不敢吃 生的蛋 所以我要幫她把它蛋煎好 好 然後 煎蛋 一定要油要多才會好吃 然後我今天 這個蛋 第一個蛋 是素瓶姐姐的蛋 它才會膨 才會 你看一顆蛋它才會炸得補 然後等會才可以吃那個醬汁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蛋就煎得很膨 然後這樣子 等一下呢 做那個 剝皮辣椒的時候啊 就會很好吃 好 然後 我的也一樣 也炸蛋喔 所以不要怕 油還要多一點 這油可以拿來做其他的菜 但是你不夠 你做出來的就不會好吃 好 我現在要做 剛剛那個是煎烘蛋 然後現在要做炸蛋 好 油讓它熱 要有熱喔 鍋熱 油熱 然後要用炸的 蛋汁用炸的 所以它的份量視覺 一定要比原始的一顆蛋 來得多 好 大家翻碗好 好 然後用炸的就是會像這個樣 它會外包進來 然後會吸這些油泡洞 那這些油泡洞就是等會吸那個 波及辣椒醬汁 好 然後它已經 老邊已經出來了 好 那可以看到 它就煎到這樣子 有老邊 老皮嫩肉 外皮是老邊 可以吸那個醬汁 也 我覺得做飯有趣就是 黏 煎軟的鈣醋味就對了 你看看 它就是嫩的 這個你們整配四顆 好 火不用太大 不要燒過鍋圓 鍋子就不會黑 然後可以看到這樣 然後就這個熱油把它淋上來 好 溫度原味豆 好 然後這樣就好了 鍋是比你想像的 好 然後這樣就很嫩 喔 這就是半成品啊 好 沒有鹹鹹 等會有剝皮辣椒的鹹味 這裡 剝皮辣椒的Sauce 一點點 微量的水 等一下喔 讓它滾 這樣炒出來的那個 就會很有油潤度 好 然後這邊 讓它滾 好 沸騰了 一點點的 芝麻油 好 就這樣 滾 好 滾喔 好 讓它的老邊就全部 通通都沾到 好 看你是要吃荷包蛋 散蛋 散蛋 還是要吃 剝皮辣椒 好啦 跟大家說 拜囉